政府为零售业和餐饮业制定了新的安全距离措施 业界将根据新的规定来限制人流 防止大群人近距离的接触 包括将餐桌之间的距离加大到至少一米 像这样在地上贴标记 标示消费者之间的间隔距离 今后将成为餐馆和商店内常见的情景 这是为了预防大群人近距离聚集 导致冠病疫情在社区传播的新举措 时刻还是可以同桌进餐 但餐馆必须移开一些座位 加大不同餐桌之间的距离 不管餐饮十次大小都需要遵循这些举措 当局鼓励咖啡店和时隔也采取同样措施 我们不能够跟以往一样 就是没有做出任何的改变 这个要做出某一方面的一些调整 商家 员工 甚至顾客 大家都需要在生活习惯 社交习惯做出一些调整 除了地上的标示 职总评价合作社也会在超市里 每隔半个小时用中英语广播 提醒购物者在购物和排队时 也保持安全距离 当局也会派监督小组定期检查 确保业者执行安全距离措施 多书 感谢观看